2023年9月9日 由郭敬明指导于书欣 张灵鹤领衔主演的古装悬疑 剧云之语在爱奇艺上线 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和讨论 该剧讲述了无风刺客云围山于书欣 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混入宫门 与宫门新任职任公子与张灵鹤是结尾夫妻 却在渴望自由和获得爱情中来回摇摆的故事 该剧被称为古代版的狼忍杀 因为剧中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 身份难以辨认 在这样的剧情设定下 观众自然会对每个角色的身份和动机感到好奇 也会对他们之间的感情走向感到期待 与人在这部剧中 有一个角色却让观众感到很不适应 甚至有些反感 那就是金静饰演的公子商 公子商是公家大小姐 擅长铸造兵刃 戏份很多 但是 她的表现却让人觉得她是故意搞笑还是演技太差 金静这个角色败比太明显 金静是一位喜剧演员 曾参加过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等节目 也曾出演过《我在他乡挺好的》等电视剧 她的喜感和搞笑功力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 在出演公子商这个角色上 她却没有展现出应有的演技 相反 她的表演让人觉得她没有入戏 没有把握好角色的性格和情绪 没有和其他演员配合好 她的台词 表情 动作多显得夸张 作作 生意 让人感觉不是金静在演公子商 而是金静在演自己 这样的表现不仅让观众感到不舒服 也破坏了整部剧的氛围和风格 影之与是一部古装悬疑剧 前面的剧情都还很紧张 严肃 沉重 但是到了金静的戏份 却突然变成了喜剧 这样的转变太突兀 太生硬 让人无法投入 来且 公子商的人设也不符合角色设定 在公家这样一个严谨 冷酷 权谋的家族里 公子商也太格格不入了 她作为公家大小姐 却没有一点大小姐的气质和风范 反而像一个乡下丫头一样天真 热情 纸帅 她对金凡孙晨 郡氏的爱慕也显得很幼稚 单纯 无理取闹 或许有人会说 金静就是要给这部剧增加一些轻松和欢乐的元素 让观众不至于太压抑 但是 问题在于金静的搞笑并不自然 而是刻意的 甚至有些尴尬的 她的搞笑并没有让观众笑出来 而是让观众笑不出来 甚至想要跳过她的戏份 她的搞笑并没有和剧情和谐的融合 而是和剧情格格不入的冲突 她的搞笑并没有给角色增加一些魅力 而是给角色减分很多 该剧在爱奇艺上线后 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和讨论 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其中 金静饰演的公子商这个角色 就让很多观众感到不满意 认为她是故意搞笑还是演技太差 金静这个角色败比太明显 这件事对于金静 云之雨 观众和影视行业都有一定的影响和启示 对于金静来说 这件事可能会给她带来一些负面的评价和影响 让她的形象和口碑受到损失 金静作为一个喜剧演员 虽然有着不错的喜感和搞笑功力 但是在出演公子商这个角色上 她却没有展现出应有的演技 相反 她的表演让人觉得她没有入戏 没有把握好角色的性格和情绪 没有和其他演员配合好 她的台词 表情 动作多显得夸张 作作 声音 让人感觉不是金静在演公子商 而是金静在演自己 这样的表现不仅让观众感到不舒服 也破坏了整部剧的氛围和风格 金静应该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 反思自己的演技和角色选择 多加牟利 多加提高 不要让自己的喜感成为自己的包袱 金静是一个有才华的喜剧演员 她在其他作品中也有过不错的表现 但是 在云之雨中 她却没有发挥出自己的优势 反而暴露了自己的不足 或许这和她对角色的理解 导演的指导 剧本的编写都有关系 但是作为一个演员 她还是应该多加努力 多加提高 不要让自己的喜感成为自己的包袱 希望金静能够在以后的作品中有所突破 给观众带来更多惊喜